新年新气象 2018年刚到国内 油价变随着国际大环境的变化 节节攀高 一转眼92号汽油就要突破七元 想象也是可怕 每年平白无故的就挣发了好几千银子 这足以给老婆换个iPhone X 但是大家也不要太悲观 水到山前必有路嘛 何不换一手思维来看待问题 既然油价这么贵 那咱们就开电动车嘛 电还是很便宜的 但是你可能会说 我平时开的都是SUV 不喜欢开小轿车 再说了电动车开一会儿就没电了 我才不要 别着急 今天小编我就给大家推荐几款 续航超过200公里 价格在10万左右的电动SUV 一起来看看吧 1.长安CS15EF350i 共性部续航300公里 实际售价12.06万元 长安CS15汽油版汽车 想必大家都见过 但是电动的CS15 相信很多人都还没有听过 这款汽车和汽油版的 不管是内饰还是外观都差不多 除了车屁股的意味标志 真是让人分不清 所以喜欢长安的朋友 可以考虑这款电动车 2.广汽车机J13 共性部续航310公里 实际售价15.24万元 J13厉害之处就在于 你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 你一定不相信这是国产自主车 不管是内饰还是车型 都有一种像丰田这样大厂的成就感 不得不说广汽现在的设计水平 已经提升到了国际台阶 3.比亚迪Song EV300 共性部续航270公里 实际售价18.99万元 比亚迪的这款Song EV300和长安的差不多 都是由汽油车转变为电动车的 所以在外观和内饰都很接近汽油车 但是在车头和车屁股上还是有改动 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是新能源的车 你打开改车的引擎盖 一定会被比亚迪的做工所惊艳 以上三款都是小编比较喜欢 觉得性价比还不错的车 你可能会觉得电动车的价格有点虚高 其实不然 开电动车的成本后期一定会让你说 哇 怎么这么便宜 这就是电动车的神奇所在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